Snaker这个队伍的话 我觉得套路比较多吧 就是感觉跟他们队上有点危险 对危机这个队的话 我觉得只要处理好他们中野的联动 应该我们获得的概率就会非常赛 现在VG的中野状态 应该是还可以的 我跟少粉会很谨慎地应对他们 不让他们在前级取得优势 我们现在打得挺好的 战胜Snaker的话应该不成功 Snaker虽然也是一名前面线很强的选手 但是Snaker比起来还是比叹的迷连 整个飞起来带Snaker的击费 Snaker这边Carrie 没人管得了这个卡莎 卡莎不狂出出 又打一个被盗 AJ也被击伤 赛程上的一切都是瞬息万变 不到最后一刻 逐步放弃对胜利的追逐 对于Snaker而言 每一场比赛都至关重要 我们想赢 还想赢得漂亮 带给Snaker的力量 雄起 马上进入今天BO3的第一场对局 那么第一场的话 Snaker这边看了一下屏幕的选择 他们应该是在红色方 对 这个版本再回到一个8.13 比较多一个常规对线的情况下 红色方的一个胜率 又来到一个60% 因为之前在8.11的时候 可以看到双方的一个胜率 红蓝方还是蓝色方更多的占据了一个主动 当时是蓝色方有59%左右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名单 在VG这边是奥迪SWIFT 火雨下落是SnowY Jekerman 小段最近的派克其实打得真的蛮不错 那看一下Snaker这边的一个人员名单 也没有什么变化 圣枪哥 骚讽 哥哥 下落Light加Mission 我觉得这支队伍来说的话 下落AD因为在之前的比赛能够看到 经常会被压 这一点我觉得是不能够怪他们的 因为他们的一个打野 在比赛当中的一个着正点 更多的还是在上路和中路 下路会忽略掉 而更多的时候来说的话 因为围绕着上中来打 上中也会打得非常强势 并且SnowYers也是现在的野核 就是打野核体系里面 最强的一名学手 那么来看一下这边SnowYers 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SnowYers SnowYers之前在排位里面 和比赛里面 我看他是很强的打野选手 不是 现在我看他比赛 感觉有很多高中 和很多比赛的问题 打他的时候我感觉没问题 不然想到赛前影片里面 就SnowYers说的 等哥肥起来带你们肥 对 确实在最近的比赛里面 SnowYers应该 我看了一下 应该算是所有赛区里面 打野核打得最丰富的 打得最好的可能不敢说 但绝对是打得体系 最丰富的一个队伍 是 而且我觉得 SnowYers这支队伍来说的话 他们的一个多样性 也非常的能够让对手 头皮发麻 而且今天他们的对手 VG来说的话 作为一个可以说 在这个赛季表现的 并不是那么出色的打野 更多的战队 更多依靠一个中野型的 一个战队来说 如果说这场比赛 SnowYers在面对SnowYers 能够在野区上 或者说帮助线上 占据一些优势的话 其实我觉得VG还是有希望的 毕竟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 和他们最近的一个状态来说 都是能够看出来 他们在前中期能够 对战比赛战队 都能够有一个优势 对 很多时候 VG都是中前期会有优势 这是中野抓出来的 然后在中期的时候 可能会有沟通失误 比如说被单抓 然后做视野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失误 这也是VG需要改进的一点 而在SnowYers这边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 就围绕上中野来打 打完之后 下路双人组跟着一起联动 所以很多时候 在参团率方面 上单的圣强哥 依然是可以排到联盟第一的 他输出高 而且参团率也很高 而且他在英雄的选择方面 更多的也是拿一些 carry型的上单 吸血鬼 船长都是他的一个招牌 而在中单方面 郭郭现在的英雄 也是越来越偏向于 这种蓝领辅助 而且又拿carry的 他们的英雄池非常多变 这对于VG来说 可能BP就没有那么好做 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的第一场 BP应该马上开始 而且这个版本 有两个ADC的一个选择 胜率都是达到了一个80% 这个是很恐怖的 一个是霞 一个是艾希 霞的话是因为 他的一个大招的自保性 和他的一个carry能力 而艾希这个点 更多的是因为 他线上的一个抗压能力 和他的一个功能性 现在看一下双方的搬peak 蓝色方围继 红色方 Snake现在已经搬掉了 宝石 布隆和乌鸦 这其实是算客战也和 是 疯狂的针对 而Snake这边的话 难道 再加上一个剑魔 剑魔这个英雄 是在8.13一个改版之后 唯一一个BP率 达到100%的英雄 在这边看一下 继续持续的一个班人 现在是还有颜鹊 现在NOC在外面 除了NOC之外 我们看一下 外面还有酒桶 这边是要先选酒桶吗 酒桶在连续几个版本的 加强之后 现在也是成为了赛场的热门 无论说是上单 打野和辅助 都是有做过使用的 是 维基这一手酒桶的话 其实也作为一个摇摆位 因为毕竟也不知道 Snake这边的一个选择 看一下莫甘娜 比较稳的一个辅助 而且也可以作为一个 下路ADC来搭配 我觉得酒桶这个点 在这个版本加强了之后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好 能够让对手很迷惑的一个选择 它在野区上 能够击击一下千决 而且能够保证 如果说对方 如果你要抢孟宴的话 我自己还可以抢一手NOC 对 这边的话是选择了千决 那么现在千决选下来 维基就不好选择孟宴 作为打野 对 还有维基这边的选人 现在是霞洛都还在 这边要选风男 在昨天LCS EU的比赛里面 风男作为中单 然后Fenatic的中单 Kaps是选了一手猴子来打 是 当然有点输错 就是如果说对手选OC的话 也可以保证自己 还有一手打野位 也可以让九筒摇摆到上路去 而维基他们在第二第三手 选了一个亚索加洛的话 也是保证九筒这个点 能够完美地配合自己的一个亚索 并且现在配合亚索开团的 也非常不错 有这个洛和九筒的两个开团 准备选择吸血鬼 这个时候选择 感觉大概率打上单的 可能比较多一点 可是搬掉了霞 那这样一来 也是有可能打下路 是 而且九筒现在还不确定 他是打野还是作为一个上单 这个英雄在野区的话 前期可能面对千决的时候 他的一个个人作战能力不强 但如果说让他顺利拿到双buff 他对线上的威胁很大 而且他在中后期 他的打团是比较控制千决的 维基这边是选择要开始搬Snake Snake的选择也是有点摇摆的 这边是搬掉了凯南 可能还是觉得吸血鬼 是走一个中或下的 吸血鬼在下路配合 否则莫根纳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这边是选择搬掉了发条 这也是最近有使用过的 ADC发条的一个位置 是 也是维基在LPL 他们的一个ADC选手最先用的 看一下第二轮的BP 还剩最后一个 我觉得当时老干爹的Y4也有使用 但是先后的话就不太记得 就这个英雄的选用在下路打 也是慢慢成为了某些队伍的主流吧 这边搬掉了贾克斯 贾克斯 依然是觉得吸血鬼是走中下的 是 圣翔哥的贾克斯的威胁 还是摆在那儿 这里选择了塔姆 这个英雄选用是值得思考的 因为塔姆现在胜率在LPL 并不算高 胜率不足30% 而且我们之前忽略到了一个点 就是左一这个英雄 左一也是在这个版本的一个BP率 达到90%以上的一个英雄 这里要选卢仙 这个其实下路组的胜率都挺低的 卢仙的胜率其实也不算特别高 还是要选左一 那这样的话是让风男走下路 配合落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最后这一手看危机 九筒是上单还是打野 左一这个英雄在前期的话 他的一个对线能力也挺强 而且他把线推掉之后 再配合自己的一个打野 SWIFT 因为现在也不知道他选什么英雄 SWIFT也可以更好地入侵 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 如果确定的话 那就是一个打野九筒 这样打野九筒 然后再配合一个奥恩 中期危机这个人 其实打团挺强的 而且他们有很多开团 包括找机会 团控 应有尽有 而另一边 这边是要选择 这边还在思考 现在来说千诀出来 一般都是打野的 不像最开始 这个英雄出来的时候 有打过ADC 也有打过中单 现在出来一般都是使用 打野为做选择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确定一个上单的诺手 中单的吸血鬼 下路是莫干纳加上一个塔姆 总体的阵容选择下来 Snake这个线上 上单其实稍微好打那么一点 然后打野也算是强势 不过中下半区 都不算是特别好打的一个线 Snake他们这个阵容 从最开始选出来的时候 我有一点感觉 有可能继续会打野核 但他们这个选手所所用的英雄 应该是不太会打野核 下路的话 赖子还是所用一个莫干纳 这边是要选择打ADC位置的左翼 这个其实就没有那么厉害 因为左翼这个英雄 是比较吃等级的 而且在下路 可能也做不到那么好的事情 那双方中路的话 雅索在碰到对方吸血鬼的时候 线上也不虚 其实总体阵容选下来 我觉得如果危机把 换一个中单左翼下路打一个雅索 我觉得可能会稍微好那么一点 但是他这样的选择下来 可能是要更好打线 双方教练 但如果真的比的话 其实我觉得在前中期的时候 左翼他的一个推线能力 是要比雅索要快一点的 从我们这种选定就绪 这一场比赛 Snake是选了一个 更偏发育的阵容 下路是纯推 到时候可能是让塔姆 去试着游走一下 WG这边的阵容 更多的是要打一个 前中期的节奏 还有中期的一个抱团 如果前中期这个阵容 没有打起来 其实在中期往后一点 他很有可能就输出不足 甚至说打团的时候 完全伤害就跟不上 对 左翼这个英雄的话 他的一个伤害是 是存在一个不稳定因素的 而且很有可能 开Snake是开不死的 因为首先 这边要么有魔法盾 要么有血石 假如不开到千诀 这边塔姆施一口 然后再千诀开个大招 很有可能就人是开不死 Snake这边 只要装备起来 人是很难死 而在另一边 WG只要前期阵容起来 他们的压制力是很强的 主要还是看这场比赛 Swift还有中单亚索的一个发挥 双方阵容选定就绪 这场西部对阵东部 在最近来说 两边西部东部的战绩 是慢慢开始持平了 双方各有胜负 马上进入今天BO3的第一场对局 由WG对阵Snake 进入比赛 双方一共带了四块苗镖 Snake这边是下落双人组都带了 而在这边莫干纳是带了小兵去制器的 双方在前期一级的动向 也没有说要入侵 在之前WG的比赛中 可以经常的看到 他们前期会派三个人去入侵对方的野区 WG这个阵容中前期打起来压制力很强 他们无论是在野区找机会 还是说开团 都要比Snake好很多很多 但是 9桶这边要和上单 升强哥搞一些小套路了 看他们的一个动向 应该是想要入侵到对方的一个蓝Buff 奥迪这边做一个人肉眼看一下 直接入侵 没有聘信号 是 双方带的机式天赋都是比较正常的 这边是直接换Buff开 但是WG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察觉 这里9桶是开红Buff 而另一边Snake是开了上半区的蓝Buff 而且我们看到Snake他们下路 双人组是稍微的等了一下 再去线上 这可以稍微的迷惑一下对手 双方的支持率 Snake这里的支持率还稍微高那么一点 虽然最近危机的状态确实还不错 火宇的亚索是打得挺好的 对 算是他的招牌英雄之一 我觉得火宇在中单 近战这些肉薄的英雄的选择上 他的使用率和他的一个熟练度都很高 这里直接追着砍 再一下征服者 直接是打出了一个闪现 这个位置过来 一勾 以及交掉闪现的奥迪 应该是没法跑了 看人头给谁 上升哥拿到一个一选 是 这一波的话上路二级干可是完全没有让WG想到啊 二级Sweep的这边 在看到对方阵上有蓝Buff的同时 他也没有时间去入侵到Snake的一个野区蓝Buff了 嗯 这里Sulfan虽然是拿掉了 打掉一个助攻吧 打掉一个人头 但是自己是并没有碰到第一个带印记的核道蟹 我们看一下中单勾勾的一个天赋 带的是 这里是超然 胶着 猎食者 然后这边是一个贪欲猎狩猎手 和 这边是一个灵性猎手 这边总体的带法还是比较正好 有带僵尸首位 再来控一下下半区的核道蟹这里 在下路一个推线权被WG掌握之后 下路双人组配合九总想要入侵到Snake的一个蓝Buff处 放了一个眼 这个眼位应该马上就可以探测到Sulfan的一个位置了 Sulfan也是应该知道的 因为刚刚对手下路已经Biss掉了 对 下半区这里 因为Snake被压线所以是有点危险的 中单吸血鬼也是有一个想要站过来的想法 而下路塔姆和莫甘娜也在自己的三角草蠢蠢欲动 这个位置 郭哥被砍一套 谁还在被砍 一技能近身 这个位置马上要吹风了 看一下这一吹 用雪石躲掉 这样的话血量是比较残的 赶紧磕一瓶血 这一波也能够看出来 Snake他们的打野就是大哥 一般的中路都会在这个位这个时间点 更多是在中路兑现的 而他是选择的牺牲自己来帮助自己的打野 能够安稳地拿下这个蓝Buff 一般来说如果中路是大哥 肯定就是直接说了 就是说我中路被推线过不去 对 要亏限 这里 压索这个位置好像是比较好跑的 打一套 还有一个封墙 封墙挡掉 这个位置还要继续打 就是打一套血线而已 也是帮助自己的中单缓解一下 中路方面 五刀其实也没有差特别多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危机上单有点 有点炸了 对 而且刚刚我们没有提到的是 圣枪哥他一级学了个一技能 这也是出乎了奥迪的意料 因为开始一直没有放技能嘛 也不知道 再次入侵到对方的蓝Buff处 要翻第二个哈马 下半区的线 等摩甘刀到四级到五级 有W等级起来之后下路推线就可以推过了 这样前期危机算是挺亏的 因为这个本来要打前期优势的阵容 现在是面临到了一定的问题 是 奥迪这边在塔下补刀 他的血量控制还不错 Snake 他们上河也想去强杀也不太可能 奥迪是有点燃配送以及秒表 这是他的副系符文 下路推线也是推得很快 等级起来之后 莫甘娜推线作为就挡不住了 下路这个组合危机 就本来推线有点问题的 推绝大多数下路一般都推不过 等级起来之后才能推 下路坐眼 下半区的视野看起来是要争夺一下 因为河刀蟹是刷在了下半区 好了塔姆身上不痛不癢 左翼的话是帮助 下路辅助洛的话帮助自己清一下视野 下路开始控河刀蟹 现在九筒是来到了上半区 那个位置是有一个眼位发现的 对拼了一下信号 他往上路走 上路的草丛也是有一个眼位的 这样的话 是可以来到野区的 双方这个阵容的一个打野 在六级之后的话 危机swift这边的一个九筒 他的一个干渴路线更多的还是要在上路 他想去干可snake的中单 而且刚刚也是卡了他一个闪现好的时间 不过这波上路的兵线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这波兵线是好像卡住 在极限位置接上了侯林亚卡桶 然后打一套一级能撞到 由于没有闪现这个位置 但是盛阳哥是没有操作空间了 顺便骚本反而红buff 再把这条龙给控了 盛阳哥上路的线亏的不算特别多 因为我看来他复活出来 走到高地附近的时候 这波线才刚刚进他 应该是亏了一大半 但是应该还能吃到俩 搜捧他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在看到危机的中单和打野 出现在自己上路的同时 他马上入侵到危机的一个红buff处 反掉红buff 然后在弹人收留掉这条小龙 对 竟然现在这边找个机会 直接吹起来 旁边九冬那场找机会 九冬是有大招的 这个位置一想撞一下 这个位置 把前鞋撞出了大招 前鞋也进入到大招里面 旁边洛也是过来 要杀骚本 从不来他一死解W抬一下 这个人都是要凯本拿了下来 旁边郭郭一个红露吸一口 直接一个Q闪走掉 但是这一个大招爆了一下 十四人头是让郭郭收下 大招加点燃 这波完成了一个一换一 人头 这波危机还是不特别赚 因为人头是让凯本拿了下来 本来需要人头的中单活雨 这一波又是没有捞到东西 对 这一波的话 也是能够看到 OEG他们的一个辅助小段 支援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这波不得不说 Swift开的真是太果断了 一闪直接大招 然后把Swift撞出了那个杨林声息 撞出了大招之后 Swift是赶紧Q技能回到自己大招里 看刚刚这一波 一闪直接撞到 开打那一瞬间被炸了出来 还好是赶紧Q技能回来 对 然后这个位置 因为是已经被打了一套技能 再接上一个红武Q 和大招的真样一爆 所有的人头是让郭郭收下 如果刚刚这一波不是 WG他们的辅助支援过来的话 其实2v2还要另当别论 刚才开门的这个支援 也是追上到位 前期出了武素鞋 因为在线上来说 要打优势也不太可能 所以更多还是去游走 这回是想要反映一下蓝霸 作为一个真眼 确定自己的行踪没有被发现 但是刀上看起来 就没有想来的意思 对 因为已经探测到 WG他们下路都不见了 假如地图上面 下半区有四个人不见 然后自己蓝buff还没有视野 我相信正常这个时候 绝对不会过去 他的举动要快速地 来到对方的一个蓝buff处 因为这边是刷了一个印记的 是 前期Self的印记 并不算是特别多 这边赶紧过来 跳了 撞了一下强体测试 怎么感觉每次在Snaker的主场 都能够看到有人撞枪 割肥起来 但是现在有点太肥了 是 有点撞不动 这个位置 很危险 强行逞下 那这个位直接大招 配合一个中单 雅索罗大招 上个中野的一波连动 又是击杀了Self 赚了一个印记 但是亏掉了人头 Self总是在这样的决策之中 做出一些比较亏的 就危机让他比较亏 比如说危机上单 虽然丢了人头 但是Snaker没有空到印记 Self控了一个印记 但是自己又丢了人头 是 但双方在经济方面的话 还是Snaker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领先 几百块 毕竟还是在补刀方面 几乎每一条线都是有点小压的 这场比赛我觉得危机 他们在BP方面第一手九筒 这个点是非常明智的 也能够看出来在Self拿到九筒 火宇拿到雅索的情况下 他们的确在十分钟之前 把这个节奏给带起来了 下路是ADC有一个三百块的领先 中路其实差不了太多 中路是一百块 上单的话 Self被击杀一次之后 双方上单都被击杀一次之后 他的一个经济是有一个 六百多块的领先 奥迪是不敢造的 他只要上去 一旦被勾到 被拉到了 那这波双方上单都有闪现 后面有在反尊 后方有个九筒一技能空掉了 但这个羊撞了出去 但自己身上已经挂了一个 满层的被动 这个人头上Self拿下 这样是人头印记一起拿到 肥肥终于是肥了起来 是 等哥肥起来 现在他的一个数据一杠二杠二 现在的战绩 虽然是死了两次 但是Snake所有的人头都和他有关 前期Self的节奏非常好 也是我们之前说到的 整个双方的节奏 都是围着上半区来打开 现在VG如果想赢 前期节奏一定要加快 把优势给打出来 因为如果打到中期 VG还没有掌握到主动权的话 很有可能要被一直拖一直拖 打到后面伤害不足 杀不死人 对 而且能够看到VG他们现在 这个时间点下路的左翼 有了一定的等级之后的话 辅助的一个落就开始 疯狂地积极地游走了 现在就是下路推一波 我们看下路 现在VG是属于推完一波 直接让落走 推完就走 推完就走 而落这个点 在6级之后有闪现的时候 对线上威胁很大 而推完之后 Snow也是非常的明白 因为下路 左翼的生存能力 并不算是特别好 打完之后就直接溜 下路线比较长 对左翼这种 没有位移的英雄来说的话 还是有存在一定的危险的 而且左翼的位移 是必定会回来的 所以很多人会抓住 这个时间点 上半区 现在奥迪是要选择 在第一件直接掏大兵心出来 现在已经是无奈之举了 因为弗兰多有点肥 已经快三项 而现在桑粉不依不挠 还要来一波上路 这一波奥迪没有大招 但是有闪现 桑粉出来 已经被眼位给看到 扫一下 再次排掉这个眼位 上单的话 可以看到奥迪这边 瑟瑟发抖 上半区可能要有一波 碰撞这个位置蓝buff 是想帮助奥迪拿 是想帮助桑粉拿一下 桑粉把蓝buff拿掉 还是哥 果然还是哥 直接一个中单过来 直接过来 一闪空掉了这个位置 大招也被锁掉了 桑粉这边要等 等自己技能的一个CD 这里是放了一个W 这边预判了往上走 但是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技能了 这波一闪空掉 同时大招也是被桑粉的Q给躲掉 一闪空了 很难受这一波操作 这一波就 走到上半区 如果待会儿辅助不来 就挺难打的 因为稳定空抢 要空先绝 只要有闪现就有点难 下路疯狂的聘信号 这边要找奥迪 奥迪球闪现的 这个位置过来 交闪现直接走 对 而且与此同时的话 VG他们的一个下路 也是打出了 左翼的一个闪现 双方是互换闪现 Messor交掉点燃 双方的ADC是换了闪现的 这波还要蹲 扫粉是为了帮助 盛阳哥打出优势 一直在上路 继续等 这个时间如果被拉到的话 很危险 这个位置扣到 人就没了 奥迪这波应该又是要死的 撞下大招 看他撞得怎么样 直接大招劈了下去 这个没有撞起来 这下人头又让盛阳哥拿到 211的一个上路 而奥迪这里因为惨遭针队 现在已经032了 这场奥迪过得非常不舒服呀 他刚刚是有秒表的 你说如果他秒表的话 会不会有概率能够帮助自己的打野 SWIFT的击杀一个人 但其实伤害有点不够 所以把蛤蟆抢下来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因为他当时是想撞大招 然后他有点想 但他大招放的位置是必不能去撞的 他撞的话就会在原地不动 不动的话那死得更快 所以盛阳哥是直接把大招 这里直接开 开到了一个莫甘娜 但吞了一口 回头以Q是直接化解了这一波攻势 Snow是直接一个位移往前 靠了一下 恐吓了一下对方 但没有丢任何的技能 经济差虽然没有差特别多 但是现在Snake前期是一个小优的 VG这个阵容是要前期优势 所以他现在 打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对于VG来说挺难受的 是 而且这场比赛 VG他们下路辅助 一直在帮助别路的同时 自己下路在线上的话 其实存在被对方击杀的可能 而且下路的塔的血量已经见底了 从这打一套 这个位置还是最后一撕 Q的躲一下回头吸一口 这一波的话是直接一个Q闪完成了单杀 地图也没有能够看到有人支援过来 这一波是看到中单火宇非常秀完成了一个单杀 旁边小段是想支援一下 但是是提前博宇完成单杀 所以没有给到助攻 但这一波如果能把峡谷天锋打下来 那个应该还是钻 我觉得这场比赛 VG他们的一个中单和打野疯狂地找节奏 但是Selfon这边就一个人力挽狂澜 他真的是在对方打野出现的同时 他能够及时地做出反应 让自己的整体团队在经济上并不会落后于对方 这边应该是风吹了一下 这边没吹到后续一个EQ 平A在接一个大招一个点燃套伤的时候 郭郭他的血量已经见底了 大招放得有点晚 这边是一个Q闪没中 后面接的一发Q Selfon再来偷这个侠狐前锋 我其实在想刚才应该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 因为刚才这一波刚好是 虎宇回家掏出了绿杀 而在另一边 郭郭勤气的装备是并没有做到成装的 这个时间点虎宇抓得非常好 完成了一波单杀 下一个前锋拿下 但是 危机现在是想好了 决定要抱团 因为现在如果不抱团 下路是要被稳推一血塔 上单 奥迪在塔下面对疯狂的一个干渴的情况 这一波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过来打一套 这个位置并没有撞到 Selfon还差最后一丝血池 别人力生气给保了下来 Selfon他是一个已经没有蓝了 他没有办法能够放更多的技能 所以刚才这波沟通应该出现一点失误 Selfon应该是不是特别能跃的 风龙也是让危机拿下下一条是土龙 应该是双方争夺的关键点 因为双方打龙 Selfon可能稍微快一点 但危机打龙是有点慢的 我觉得Selfon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来下路稍微帮一下了 因为可以看到 危机他们下路塔的血量已经见底了 他来帮助推一波线 然后给对方线上的英雄一些威胁的话 其实他们可以顺利地把下路一血塔拿掉 虽然下路是放养 但是危机是纯放养 危机是直接把辅助也给放养 双方都是放养 对 但Snake是上中也放养下路 对 危机是四个人放养了ADC 这样Snow就比较难受了 Snow在下路 现在就是推完一波线 我们看 SnowY就是推完一波线 在野区逛 他只要在线上出现 是很有可能要被单杀的 要被直接两个人击杀的 是 还好的话 他前期也没有说在线上出现比较大的失误 他有了等级之后的话 他清线能力还是摆在那 这个是直接开车过来 Messor开车来到中路 这一波 其实无论来不来下路无阻位 上路的塔都是可以单吃的 是 这样一个人打下这个一血塔 还要继续打 W的技能打出来 被打出一个血怒 这边什么时候有1技能 1技能马上好了 但是另一边奥迪的1也是好的 直接撞了出去 这边中路也要打 前期感觉拿着这个强势这种危机 虽然有做到事情 但是SnowY对线能力还是 以对线的组合更好打 是 上路本来就是优势对线 再加上SnowY这么帮 奥迪是完全没法玩的 同时下路 Coverman一直想要游走 帮助建立优势 SnowY在线上也过得很难过 最精髓的是SnowY他们的一个上路 和打野在1级的时候 要去反对方蓝Buff 刚好卡了那个时间点 如果奥迪稍微再多待5秒的话 就能够看到了 但那个时候刚好看到奥迪 往自己上路走的同时他们去反了 而且1级的时候 圣强哥他的这个异技能学的 直接让奥迪闪现交了之后 都没有任何一个办法 现在上路已经被推了一圈塔 回家之后 圣强哥是补了三项 还有一个子余灵之拳 现在上路继续兑现 而在下路方面只要回来 SnowY依然是可以把这个1塔推掉的 就看这个时间点 在SnowY下路回程的同时 维基能否出动 稍微多一点人 把SnowY的中路塔给拔掉 因为能够看到SnowY中路的塔的血量 也已经见底 其实不好吧 因为SnowY只要下路集结一波 把下调推的那一瞬间 中路放下 左一来了 左一来了来中路了 但是的话 SnowY的辅助塔姆也在往中路靠 这位置重防守 有塔姆有千诀的话 在塔下还是非常安全 同时Lite这一波回程 是已经掏出自己的沙漏 河道界是让Swift给空了下来 双方现在又是趋于一个平稳的趋势 但是看似平稳 不过VG的中下塔很有可能要掉 对 中路塔虽然血量多 但是峡谷先锋 这里SnowY应该是马上要放了 因为时间不多 而在另一边下路 也就有A两下的血量 而且的话VG他们这个阵容 本身就是打一个前中期的 现在中期是他们比较强势的点 直接放这个位置 放峡谷先锋 要在中路撞 现在奥迪是取消了回程来到中路 协防 帮助VG防守这个中路塔 而且VG的下路 双人组也是要往中路靠 但还是撞出去了 这个撞的确实很疼 因为峡谷先锋 是根据全场等级来算血量的 血量越多撞的越疼 左翼的位置被发现了 Q技能是并没有遇到 下路有时继续推线 下路推线依然是推的很快 从这里 蓝不是特别够用啊 下路这个塔的血量应该是放了 现在推完下路 Snake再转到中 VG这里 中路的守塔能力也不是特别强 是 而且VG他们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单单一个酒桶去上单帮奥迪 他们两个人的伤害 对圣枪哥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再来中路要推亚索的塔 亚索是没有人防守的 旁边 这个位置 塔的血量很低 是直接让Snake点掉 21分钟 Snake是破掉了VG的所有外塔 这个位置撞一下 直接把侧本给炸过来 原地开出一个杨林声息 旁边奥迪开出大招 这位置是直接开到了一个塔姆 塔姆没有开出 或者直接被秒掉了 旁边又开到一个吸血鬼 巨鬼的血量在残 原地放了一个大招 又一个红怒 回头吸一口 闪见躲到一个吹风 这一波勾勾打得非常不错 但是由于阵亡掉了苦術 同时状态不好 中路Snake的一塔也是要被推掉 对 这波可以看到VG他们依靠自己一个阵容 在中期的一个强势 诶 正面是一个闪现一个勾 多到两个人 但是尚有点不够 反而被对方的一套鸡飞带走了 正面的话 后续赶过来的一个莫甘娜 还有中单吸血鬼 最后是让莫甘娜拿到一个三杀 我们是没有想到 这个混强混强的莫甘娜 在这个时候变成了真强 拿下一个三杀 是 而且身权高非常果断的一个闪现 拉到好像有三个人还两个人 应该是 他完之后 他自己是用自己的身躯 扛住了对方三个人的激活 现在是直接中单打野和ADC 所以三个人来拿这个大龙打的速度还挺快的 因为莫甘娜的GKW触发被动的时候 是可以减cd的 这个位置 血量不是特别多 感觉还是要溜了 因为马上再喷一下 很有可能人就没了 阿姆刚点错了 把描表给用掉了 感觉他刚刚那波操作有点慌 对 看一下刚才这一波 直接拉到两个人 而且维G这边的所有激活目标 全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装备非常好的莫甘娜 闪现一个大招 再配合一个血鬼 其实你完全不敢相信 这波莫甘娜在打之前是零人的战绩 打完之后301 都没有注意到 这一波打完赛算是起飞了 下一件应该是直接掏帽子出来 或复发宝出来 是 但是维G他们中单活雨 他的现在的装备也非常好 经济方面也领先了 对方中单血鬼1000多 现在借助这一波的机会 直接把视野排掉 维G把这要土龙拿掉 对 但经济方面 土龙对维G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打路太慢了 经济方面可以看到 CNC虽然中单落后 但上单打野还有ADC莫甘娜这边 他们的一个经济领先是非常大的 整体经济还是领先一个4000块 亚索这把不好玩 他大谁都不好大 刚才这一波是真的小段大得好 小段把Mistro大起来 所以Mistro没有开出灰盾 然后直接秒掉 如果开到其他人 对 如果开到其他人的话 就比如说千诀开出大招 他们一口吞 亚索是完全不好打的 奥迪的羊配合一个小段的控制 是让他能够瞬间秒掉了他们 确实不得不说奥迪这一把 虽然过得很惨 但是团战的作用还是很大 是 不过他哪怕团战作用大 万一Snake不打团 一直单待危机就头疼了 这个版本我觉得 红色方胜率那么高的原因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 对内的一个carry点是谁 在这场比赛 Snake他们把Counter会 留给了最后一手的上单 圣枪歌 他就完全在线上 最后就选择Counter 而且能够保证自己线上 能够打出比较大的优势 因为LP要是从8.1 直接跳到8.13 没有8.12 对没有8.12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8.12的时候 其实号令之息就已经没了 是 在这个时间点来说 上单如果你单线优势 对面是无法出号令之息 出来顶兵线的 而上单一条线单线优势 一直单待一直单待 另一边就完全管不了 现在就这种情况 Snake只要一直单待 危机就管不了 而且Snake 他们在这个版本来说的话 这个版本身也比较偏向于 一个上中野的一个carry 下路更多的是选择一个 混子型的AD去放养 但是说混 但是是混强混强的那种 现在赖的就 一混拿一个三杀 Snake他们下路 这个莫根纳 就保证莫根纳加塔姆在下路 站着的时候 危机他们的打野就 吃一口要抓上单 要抓进火宇 火宇这个位置好像不是特别好跑 单个人 火宇没有闪现的 这一波是封墙没有交出来 直接一闪 撞一下这个位置 原地接个大招 但自己血量下太坦了 这一波应该是直接 要被骚粉击杀 或者撞了一个大招 但是莫根纳加塔 直接收下人头 撞一下撞到骚粉 但是并没有什么作用 后面已经没有输出了呀 这一波的话 可以看到危机 最肥的两个点 中单核打野被杀了之后 Snake要不要开这条大龙 这一波假如开 危机是没有办法防守 而且的话 奥迪已经没有大招了 双靠主 一个人的poke 可有一点难 小端是没有闪现 端有大招 Snow是没有闪现 而上单方面的话 是没有大招的 现在是非常难打 但是这一波 没有可能 创造奇迹 早被这个位置 被射到 看出一个阳临生息 一直在打龙 龙的血量下得很快 要有人去扛啊 这个龙的血量已经见底了 而正面是一个人 塔姆去牺牲 骗的技能 这边是卖掉 看一下这个位置 还要继续留 留到的是一个奥迪 奥迪是被Q到了 这个预判的Q 斩下人头上 他们勾勾给拿了下来 这一波是打掉了奥迪的人头 同时是废掉了辅助的人 那个拿掉的大龙 是 塔姆这一波的牺牲 自己非常的值得 前面这一波 封墙放得有点慢 是没有挡掉这个硬气 同时回头打的时候 亚索这一把确实不好打 而且一般我们看到亚索 如果在这一把 他要进场 一般是要做血手 但是因为这一把 危机的输出实在太低了 他不出无尽这个团队 他哪怕进去 他也打不了伤害 对 就属于那种我在里面能抗10秒钟 但就打了一个10秒钟的输出 而且Snaker 他们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打阵地战特别强 有塔姆 有莫根纳 还有一手千决的大招 就他如果随意地进场的话 其实伤害不仅不够 而且也杀不掉人 就亚索他出这种血手 虽然进去能打10秒输出 但是他的输出 可能就没有出无尽的3秒多 可以打10秒输出吗 8秒8秒过来 就8秒或6秒 但是他的输出可能没有无尽的3秒多 对 但他出这一套就是进去 2秒钟左右就没了 开始选完之后我们也是说到 Snaker如果中期稳住 他们输出是要高很多 而且危机杀不了人 这场比他们不仅稳住了 而且前期还有一个小优势 这就是前期开眼套路 因为这个开眼套路对奥迪上单崩了 对 现在进行一个分推 这边气泡分隔一下左位 但斯尼克这边已经开始分推了 向了奥迪亲线 斯尼克选择推掉VG的中路阿塔 听一下上路阿塔的信号 全线的一个逼近 VG的防守其实很难做 奥迪是没有TP的 他如果不上来的话 上路阿塔应该也是要放掉了 VG的亲线能力其实很一般 他们如果真要亲线 就要交大招 但交完大招自己就没开团了 对 而且左翼这个英雄 他如果说没有大龙加持的兵的话 他技能很快 但有大龙加持的兵就很慢 闪现躲一下 躲掉了这个大招 现在就从没有大招 正面就有点难受了 而且斯尼克这一波 虽然说没有闪现 但他回去把血量补满 有TP来到线上 直接的下路继续在这个位置 就是想找Dolph的机会 但是给了一个灰盾 Light虽然是一名ADC选手 但是他的盾给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加403的一个战绩 下路还要找圣详哥的机会 圣详哥没有闪现了 要不要找机会 VG就只能四个人一起防守 因为他的这种单兵亲线能力实在太差了 对 而且的话斯尼克他们这个阵容 还存在着一个莫甘娜 在塔下抽奖的一个机会 现在VG 除非开一波天之团战 不然开得普普通通 Snake是死不了的人的 九筒在侧翼 但他没有大招 他也没有闪现 没有大招 没有闪现的九筒 其实没有什么 打仗的时候 没什么太大作用 这波上高 这是最后机会了 因为中路兵线带过来 大龙马普差不多消失了 这波开得还不错 接了一个大招 在开了一个阳丽生息 好像这边是完全打不死的 回头还要继续打 但正面已经看到火宇 收掉了一个人头 闪现Q掉塔姆 后续的伤害非常高 这边想起来 升杀这个位置 是吸血鬼也收掉一个 对 升杭哥再加上一个 勾过两个人的伤害 完全爆表 再加上一个莫甘娜 他的一个精神 拖了很长的时间 说实话这波已经 VG打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非常完美了 换很多队伍都打不出这样的效果 但你哪怕打得再好 杨丽生息第一波保下来 吸血鬼进场 游戏还是没了 这一波升杭哥在前面扛一下 想了一想 自己这几个英雄 拆塔都太慢了 算了 算了 他都推着高地往后撤 拉一下 SNAKE这几个英雄里面 拆塔最快的其实是骚粉 但骚粉已经提前阵亡了 是 刚这一波应该是中单吸血鬼 路头的一瞬间 小段在侧翼 直接一个阿闪大进场 虽然说这场 比赛危机很有可能要输掉 但是SNAKE前期 就危机前期 小段以及斯诺都打得非常不错 是 上中野的碰撞 危机算是吃了亏的 因为他们在开野 开野这场 SNAKE他们在前期 一集团这个套路 是完全让危机没有想到 他们前中期能够有优势 也是靠这个套路 能够慢慢地累积下来的 因为奥迪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站岗在这站完了 然后下路 就一合道也有视野 但完全就没有什么 看上这一波中单吸血鬼 还在线上正面小段 一个人开到四个人 然后这波已经扛了 非常久的时间 赛在这个位置 也打得非常不错的一个输出 是 后面进场就完全没法管 第一波 只要SNAKE死不掉 后面就可以收割 而且台上带净割的 再加上是那个 他们三个 四个C位吧 我把莫干达也算上的话 四个C位的装备太好了 开玩笑 人家406怎么不能当C位了 人家虽然是混墙的 但是也是C位 这套装备 这套装备 我们看到这一波打下来 上单 尸箱哥套了一个尸箱鬼 是板甲 副甲没有被打出来 同时中单有帽子 AD有帽子 现在整个危机是 瀕瀕瀕崩盘的一个状态 火雨进去还是只能扛一波 因为他还是没有血手 他现在要做的是 要做一个遗血剑 遗血吗 他要把这个伤害怼到极致 但他自己真的吹得有点惨不忍睹 Snaik这里虽然没有重伤 但是伤害实在太高了 这边可能不用吸血 直接用伤害可以灌死 不用这个减质量 经济已经来到1万 Snaik在压兵线 现在只要稳一点 Snaik是可以拿大龙一波 也就是比赛 对 看一下大龙复活的时间 还有1分10秒左右 在视野方面的话 VG现在的一个布施野 没有办法出去了 只能够在自己的野区 或者家附近做一个防守野 但下一波VG有机会 他的机会在于 9桶的这个一闪开团 然后再加上 左翼有一个闪现 可以有很高的一个团战操作空间 是 但问题点是 只要他没有开好 只要他没有开好 就炸 而且他在开团的那个点 他一定要把对方的人 最少要炸到三个 或者说把C位炸开 然后瞬间秒掉一个才有可能 而且他炸的要求很高 他一定得炸骚粉 或者炸那种什么 塔姆这种英雄 他要是把锅锅炸过来 那VG可能就真没了 就炸一个宝贝回来 他如果炸一个莫甘娜的话 也没了 对 莫甘娜是直接原地大招 这边 火雨是并没有选择出银血剑的 他是做了一个春歌 这也算是最好的选择 这套装备 这场危机的胜算多了半成吧 应该是多了半成左右 因为确实现在不好打 有了春歌之后 虽然说看起来能够复活一次 但是其实他打团的时候还是很纯 哇 伤害很高啊 骚粉这里要回去吸一下野怪的血量 三件套的一个左翼 一个Q加大招拉最远距离 能够把骚粉这边很肥的一个骚粉 打掉三分之二的一个血量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左翼在这个版本 BP率还是能够达到百分之九十的一个原因 而且我们要注意一点是 下一步危机要注意 他如果正面开一定要开的果断 他要是遇事不决 被打一个二换二 Snake就直接TP偷加了 对 下路兵线是非常好 这一波要是再不打 危机可能就要被偷加了 下路这个兵线是有超级兵的 Snake再等 等线进去看一下派谁下去清支波线 这一波危机打不赢 下路就直接被TP偷加了 是没有人选择下去清洁 而正面的话 Snake已经开这条大龙 隔墙一个泡泡 探测到闪现拉 拉到了中单 博宇这个位置 血量不是特别高 在这斩的又斩的特别好 后面开的还不错 三个人在杨利及时放出来 保住了自己的队友 而正面的伤害已经完全不敌了 在装备碾压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正面 打了一个里挂出来 两个人头 然后就给拿到两个人头 下路TP 这一波还有人有TP 没有 莫干扎也TP过去了 这样的话是一波了 那恭喜Snake 大龙也没打完 在35分钟之前是直接结束比赛 赢下了危机 干净利落的一场比赛 确实我们之前也就说了 如果这波团战打得不好 那下路就要被偷家 而且这波团战真的打不好 其实危机已经开得很好 他们开团每波都开得很好 真的是一个装备的碾压 迁决直接一个大招 你所有东西全都没了 所有血量全都没了 你打的这个血量 就直接被吸尾鬼的一个大招 双方的众生平等 直接血量平等到一个状态 然后再回一口 直接让这个诺手收割 打着打着 其实危机完全没法打 对 擅长比赛的话 导播也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谁优先选边权 这边我们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输出 确实危机输出也很高 但就是打不出伤害 对 而且莫甘娜 在下路没有人干扰 发育这么肥的情况下 打的伤害也能够 占到一个团队第一 19k的一个伤害非常高了 莫甘娜这个英雄 想打这么高的伤害 还是有点困难的 我真的是究其混强 这把已经快打了2万的一个伤害 而且这把我们说实话 它是没有遭到任何帮助的 它是下路自己对线 推的一个一塔 并且在中期是自己 000的战绩 拿了一个301的战绩 这一场Light打得非常不错 当然同时上中野方面 我们得说Saufen Flander以及Google的这个联动 是让危机完全没有 把自己的优势在前期打出来 是 擅长比赛最大的一个看点 其实就是Sync他们玩了一个套路 在1级的时候 上路和打野配合的 去反对方的一个蓝buff 而且刚好卡了奥迪回 回去的那个时间点 我得说就Saufen他这种独秒 比如说他独这种野怪的秒 他知道哪个野怪刷新 以及对面哪个波时候走 这波我不知道是运气 还是他独的秒 但是 他肯定会记得 他肯定会记对方打野刷新的时间 对 奥迪站在这个位置 他走的那一瞬间 然后同时河道 开始那边就是河道草 是有视野的 他觉得对面没有上来 然后不是上半区开 同时下半区有漏头 他这波李左那人一想 对面应该是在下半区开的 对 而且他们配合的话 他们不仅上路是完美地卡了一个时机 下路也是两个人在演戏 他们本来可以很早地就去线上 但他们等 他们等这个兵线碰头 大概有两秒之后 他们两个下路组合才去线上 对 这也给了一个VG他们一个错觉 他们也不知道 对方打野是什么 而且另一方面来说 由于VG他的下路组合 并没有去做这个蓝buff的一演 所以他们是并不知道 对面开野的动向 那上场比赛之后 我们看一下MVP给到哪一名选手 里面是给到了Sofen 4-3-15的一个战绩 虽然说他死了三次 但是他的参团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而且每一波团战将要崩溃的时候 都是由他挽黄来运气到 把Snake给救了回来 而且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在中期VG他们的一个打野和中单 疯狂联动的同时 他一个人是依靠自己的一个判断 能够及时地帮助队伍止损 这一波 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团战 对 最后一波 其实你要说的话 这一波其实真的开得很好 就这个大招已经打出了天之效果 但是没办法 一开大招 所有血量 前面打出来的血量都没用 暴作虚无 这一波其实打下来就非常绝望 我觉得如果下一把有班位的话 维基应该会考虑 搬掉千绝这个英雄 因为前期如果想带节奏 千绝肯定不是最好的选用 Swift想要带节奏 肯定一般不会选用千绝这样的英雄 但是这个放给Swift又太无赖了 首先他打得好 他玩这个英雄 他能打出很高的ADC的效果 同时他又能保住队友 关键是他在中期 我觉得完全是靠这名选手 自己本能的一个反应 他知道如果队友 在面对对方干客的时候 他的位置在哪 他知道如何帮助整个团队来止损 这一点的话 是很多打野都很缺少的一个信息 我们自己仔细想一下 从中期的抱团期开始 骚犯一直都是没有任何的失误的 他是没有说在任何一波 对面开到自己他没有开出大招的 他是只要有机会 而且他没有春歌甲 他是直接有机会 我直接把大招开出来 我也不会给你什么任何的 就打一个什么极限的一个这种东西的 这种东西的